雷哥 今天给咱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创新海鲜菜 我们今天做一款 你从未吃过的君子之交 怎么讲 这个君子跟这个笔管结合在一块 这个是君 那这个是你刚刚说的鱿鱼仔 就取谐音 云南是名副其实的菌类王国 可食用菌类多达两百余种 这些菌类营养丰富 风味独特 现如今 依靠便捷的物流 食材的地域界限被打破 成就了美味的碰撞与交融 这马卡君长得好奇怪 长得像木耳一样 摸起来就是那种很弹的 切开了才发现 它里面那个肉特别的厚 纹路都是白色的 这个食材 其实北港人是很少见到的 对 刚开始把这个食材 带过来的时候 他们一直认为什么 一直这个口感概念完全颠覆了 完全不同 马卡君因形似核桃 又名核桃菌 其肉质肥厚 口感滑嫩筋倒 山海特色食材的碰撞 会成就怎样的美味呢 这个鼻管我知道会有一个骨头 头和身体连接的这个部位 你戳一下它是硬硬的 跟其他那个肉是有不同的 为什么你教我手法 往里面稍微推一下 推一下 星期一了就出来了 先活动一下 然后再抽 稍微给它活动一下 感觉怎么你很轻松地给它抽出来了 我就这么艰难呢 好了好了好了成功了 一开始抽不出来是因为给它按摩了不到位 对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讲究技巧的 是的 没错 取出骨头的鼻管鱼 改刀后焯水断生 西兰花 马卡菌也需要简单焯水 是怎么知道北港这个地方 然后来到这儿的 这边不是很出名的蓝眼泪打卡点 还有石头会唱歌 感觉到这边还美 会特别想念家里的菜吗 家乡的味 慢慢地我们会把它带出来 跟外面的菜戏一起融合 就像这个君子之交一样 是不是也是来源于 可能想家的某一天 葱段入油炸制取葱油 葱油入锅 再下葱段 蒜末 酱油 糖等调味 马卡菌下锅煸炒 待汁水透出 放入鼻管鱼 闻火炖上几分钟 使海鲜的鲜味 马卡菌的清香互相融合 一道满腹创意的君子之交 即可出国